毒品是马来西亚的头号公敌 政府极力打击贩毒活动之余 也出台2020年滥用毒品及实用法令 给予吸毒者重生机会 内政部部长南都斯里寒扎在鲁丁强调 新法令着重于协助吸毒者解除毒瘾 以及改过自新 而不是一昧以监禁来惩罚犯错的人 这种做法也能减少社会对更生人的偏见 韩扎在鲁丁今天通过面子书直播 为国家反毒纪念日活动致开幕词 他说2020年滥用毒品及实用法令 已经取代1983年吸毒者法令 有效的治愈滥用毒品的人士 Akta baru ini bakal meningkatkan akses kepada rawatan dan pemulihan dadah membolehkan lebih ramai penyalahguna dan penagih dadah dipulihkan oleh agensi anti dadah kebangsaan dan bukannya dipenjarakan bagi mengelakkan stigma masyarakat memudahkan integrasi semula ke dalam community dan memberikan peluang kedua kepada mereka 部长说 国家反毒机构非政府组织 以及私人界 去年在全国12个地区 展开将近1700次戒毒性诀运动 新上任的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苏特诺也提到 国内的合成毒品和贩毒手法层出不穷 迫使反毒机构不停想方设法 对抗贩毒集团 与此同时 贩毒机构也通过各种活动 包括歌曲和影片创作 以及应用程式 向民众传达 毒品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马西社电视财宝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